暑假即将到来而疫情也慢慢趋缓之际 很多人开始安排暑期的国内旅游行程 东莞处今年度安排许多观光旅游 还有文化体验行程 让游客可以轻松地游排11线 也可以深度地在社区部落停留体验 感受东海岸的独特魅力 疫情逐渐趋缓 许多人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门旅游 国内热门旅游首选东海岸 也已经做好准备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111年的探索东海岸 从北到南 从静态到动态 从观光旅游到文化体验 甚至于是生态导览 都已经做了一系列精彩的安排 到了这个6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月光海音乐季的开始 我们的大地艺术节 然后今年一样会有8场次的 这个月光海音乐会 会在6月7月8月9月来办理 然后另外呢 我们今年还有很多的小活动 像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小爷六 我们的夜房小爷六 那今年还加了3000台的夜叹 3000台的活动 那另外花莲也是一样 花莲有这个花线东海岸这样子的一个 结合我们在地的小旅行的活动 那如果到绿岛的话 一样有我们的这个古道的寻宝区 还有一些结合淨摊等等的一些生态意义的一些小活动 我们东海岸观光圈呢 其实呢 在观光局的架构之下呢 我们应该是今年才正式启动 那可是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所以我们去年就已经有跟在地的这些业者来做一些交流 跟一些地方性的这个区域品牌的一个链接 跟品牌的一个形塑 那今年呢 会用去年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 把它扩大 那希望呢 除了这个我们的在地业者之外 还有我们的工学会的部分 那也可以在我们区内的相关的一些机关啊 相关单位的一些资源来共同来努力来合作 那希望把整个东海岸的 还有包括这个花莲啊 台东啊 甚至到南回地方的整个的一个观光的这个串联 可以串联起来 不论是自行车游程 渔港小旅行 夜访小野柳 夜叹三仙台 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月光海音乐会 还有部落工作假期及野放儿童营 适合大人小孩 也满足喜欢不同旅游类型的民众 今年夏天不妨一起来探索东海岸 借旅会欢视报道